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醒了 东华帝君亦是轻轻的讹了一声 昨晚对于东华帝君来说 可真算不得安逸 正是眼前的这只小狐狸 将自己身心折磨了个遍 而此时又是一副无辜的样子说他醒了 帝君可真是无可奈何 凤九这边也是刚刚才醒 似乎是还未彻底苏醒 清晨的光似乎是无心婉转 就这么直愣愣的一头 扎进了太成功中东华帝君的寝殿里 将还不十分清醒的凤九 那困倦了一晚的睡意交散开来 凤九到底是醒得彻底了 一双大眼睛因为休息了一整晚 此刻更是比平时还要灵动几分 他睁着大眼睛 仔细看了看东华帝君 帝君一夜未睡的样子 眼睛里有些许红血丝 脸色倒是看起来无妨 凤九不明白 昨晚不是一起睡的吗 怎么帝君看上去有些疲惫的样子呢 他一过路坐起来 云被就此滑落 珠光白的寝衣瞬间就迎来了清晨的西光 那些光泽映照到了凤九的脸上 更是将清晨凤九的脸衬托得眉目清明 唇红齿白 东华帝君就那么侧身躺着看着凤九 此刻的小狐狸真是美而不自知 还这幅寒情默默的看着帝君 帝君此时心里就如同有几百只小蚂蚁 在啃视他的心脏似的 是不是 我昨晚吵着你了 凤九小心翼翼的试探 他深知自己的睡觉不是那么的乖 他想着 或许是自己昨日太吵了 让帝君没睡好 东华帝君眼眸微微一垂 他瞬间明白了 小狐狸为什么这么问 不过 帝君倒是一扫昨日梦境的阴霾 对着凤九招了招手 阳光就这样静谧的在寝殿里周旋着 有几缕光线落在了帝君的身上 那一头银发在阳光下 简直有些丝丝分明的意思 凤九打心里觉得 自己实在是一个好色的神仙 所以抵挡不住帝君这样的美色 这不 帝君那招手 自己也有点恍神 帝君这张脸 实在是有些犯规 难怪当年有那么多魔族妖族行为乖张大胆的女仙 会主动爬帝君的床榻 若自己身在帝君那个年代 也一定会为帝君着迷的 凤九心里这么想着 身体不自觉的就错近帝君 刚想问帝君 谁知却被帝君反身直接压在了身下 猝不及防的又被吻上了唇 太成宫中 众灵已经将佛灵花打理好了 今日凤九女君是在宫中的 众灵已经安排了宫额做早膳 她瞧着瞧 微微从太成宫院墙探出头的太阳 想着 今日帝君定是会比平常晚一些了 帝君 我还没梳洗呢 凤九浑身被压着 嘴唇上也没什么自由 但却依然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中说出这么一句话 虽然有些含糊 可却也是被帝君听得明明白白 本君不嫌弃 帝君的话也是含恨乎乎 因为此刻帝君也是唇中不得闲 这五个字大概是东华帝君几十万年神圣中说的最不清不楚的了 而凤九此刻却也顾不得这许多了 他的脸又红又烫 不仅仅是脸 就连整个身子都是滚烫 小狐狸的额头上已经冒了一层细腻的汗了 帝君的一只手圈住了凤九的脑袋 另一只手则是在凤九的腰间游走 可不知为何 原本在腰间的手似乎已经有些不安于紧紧在腰间了 而在凤九浑然不知的境况下 他身上轻易在腰间的肌带已经不知不觉的松开了 帝君的一只大手掌的温度 加上凤九自身的温度 让凤九此时此刻实在是难耐 这样的情形下 东华帝君才更是难过 原以为撑过了昨晚便可万事大几 可此刻看来 却并非如此 这小狐狸实在是个魔人的小妖精 尽管帝君心里这么想着 可依旧不能熄灭他心中的火 不仅仅是心中的火 就连整个身子此时也不受帝君的控制 这样的情形 对于东华帝君来说 还真是从未有过 但是这从未有过的经历 却总是在与凤九这魔人的小妖精相处中多次出现 因为身体的燥热无处安放 凤九只好不停地扭动着身子 以试图寻找到周边较为凉爽的地方 可他越是这样 却越是把压在他身上的东华帝君折磨得更加难耐 九儿 别动 别动 帝君连着说了两个别动 声音也不像一开始跟他说话时那么情谅 反倒有一丝丝的沙哑 而这边帝君话音刚落 凤九乱动的身子 却无意间碰到一个什么 凭借着九尾狐天生的聪慧 以及从前在凡间与帝君的种种经历 凤九瞬间明白了 而就在凤九明白的一瞬间 他停止了身体的扭动 一脸娇羞地看着东华帝君 此时帝君的纹已经从凤九的唇转移到了凤九的耳后和颈尖 凤九不是不懂人事 不仅如此 在凡间陪着帝君历劫那些年 他何止是懂 所以 凤九双手还上了东华帝君的腰 他想 既然他与帝君两情相悦 那为什么不可以 既然在凡间都已经是身于帝君 那如今在九重天又为什么不可以 凤九心里暗自想着 却安然不知自己方才的举动有多么的鲁莽 原本东华帝君在稍稍用心些 是可以抑制住的 可偏偏就是这样软绵绵的一双手攀上了他的腰 让帝君心中压制的火一瞬间喷涌 他双眼通红 抬头看着凤九 道 九儿 你不该 帝君虽未说完 但凤九却明白帝君说的是什么 他双手从帝君的腰间转移到了帝君的脖子 并稍稍用力将帝君的脑袋朝着他的脑袋向下勾了勾 一言不发 自己主动吻了上去 并在两唇丝膜之间 喃喃说道 九儿愿意 这是件最难解释的事情 便是我愿意 而凤九的这一句话 简直是在帝君的新火上浇了一桶油 瞬间燃烧了几十丈高 东华帝君 嗯 没一声 与此同时稳在凤九唇上的力道 也中了几分 凤九不似之前的矜持 倒是主动了许多 而自己的寝衣也在不知不觉中彻底散开 东华帝君的左手从凤九的脑袋上挪了下来 在滑至凤九腰间的时候 寝殿内瞬间按了三分 这是一个仙障 凤九明白 帝君的寝衣也因为方才两人的扭动松开了 胸口处竟是冲光无限 凤九更是在最近的距离 闻到了帝君身上那清淡的白痰香 似乎是贪恋这个白痰味道 凤九主动凑近了帝君的胸膛 想要深深地闻一闻那香味 却不知不觉将自己温热的呼吸 都吹到了帝君的胸膛 让帝君将最后一次的理直彻底撕裂 一直一旦被突破 那欲望就如同绝地之红 顷刻之间便会冲毁千万年深耕的良田 如今东华帝君便是如此 今日 他稳坐太成功不问俗世不染红尘的名号 即将毁于今朝 顾不得太多 床探上原本团在一旁的云 卑不知怎的便落在了两人身上 而在云被裹住两人的同时 凤九的衣裳在一瞬之间也没了踪影 只有红通通的肩膀露在空气中 那肩膀上还有几处因外力袭击的红处 东华帝君只看了一眼 便将自己的手掌俯上了凤九的肩膀 似乎是怕他受了凉 而原本有些凉衣的肩膀在帝君的手掌俯上之后 那温暖的感觉也立刻撕散到了凤九的整个身子 太成功安静极了 重灵知道今日帝君会晚起 可没想到帝君今日居然这么晚还没起来 她虽然不解 可回头的时候 看着那一座寝殿四周的宣帐 她到底是止住了想要一探揪君的脚步 停在那里思索着 凤九女君也有些日子没上九重天了 昨日刚回来 又遇着了成玉元君和三殿下的事 想来和帝君独处的时间比较少 昨晚两人定是说了好久的话 故而今日起晚了 秦女君本来年纪就小 小姑娘偶尔赖床也是有的 约吗 帝君也是如此想的 担心有人吵醒了女君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